前情提要 牛津 结束了第一天古色古香的牛津漫旅 第二天直接下去当地有名的outlet 各位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奥莱 奥莱要给捧购 The Blastar Village 彼斯特购物村 被誉为英国九大outlet之首 除了离牛津寂静之外 很多品牌在这里价格也都非常清明 Burberry could you cancel your awesome product fish and chips 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周刚好是黑色的新奇物 很多东西都打到骨折 排队排好排满 录轮快 以后现在没有什么人在排 Burberry现在只有排三排 我先去抢位子 快点 那你现在没有人排 快走 什么东西 床等 好舒服哦 谁一直传讯息啊 Help me Come to Burberry help me Quickly now 什么意思 完蛋了 啾啾妹一定是偷偷是被抓到了 他现在一定是被两个凶魔的标情巨憾抓着 然后只能用录音讲话 啊 黑呦 为什么感觉很开心 什么 那怎么办 可是我们也不会首先用我们解释啊 那周周美也看到好了 好 超级损友 你们为什么偷偷已读我 帮我选一下衣服选个困难 选衣服而已吗 不然 两个凶魔的标情巨憾守卫呢 哇 小 不过这件有点不好预算耶 啾啾妹 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什么 都来英国了 没错 在英国的这两个礼拜 最恐怖的一句话就是 都来英国了 因为台湾跟英国实在相隔太远 让人觉得都来了 不买点什么 或是买贵一点好像也没差的 恶魔的化音 这里的热狗 购点太贵了吧 一份要十二英放 都来英国了 啊 好吃 这边大公司过去比较久 但是Uber现在叫得有点贵 都来英国了 呜呼 晚餐要吃什么 今天晚上吃中国菜吧 为什么 都来英国了 于是彼斯特购物村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最后到底谁花了比较多钱 可以去看我们的英国QA台 右上资讯卡也有连结哦 回到牛津之后天还没黑 所以我们就把还没去过的景点 赶快都越来越过一遍 牛津大学 哦 阿斯福尔大学 库博市场 哦我的天啊 库博市场 圣玛丽教堂大学塔楼 啊 诶 而在这趟牛津之旅中 有一个地点 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 就是牛津的著名景点 探奇桥 天快黑了 我们赶快去昨天没去到探奇桥 我哥哥看探奇桥 还可以搭船往下面滑过去哦 OMG 可以边滑船边跟高招猛男穿腹谈群说爱 L O V E 谁 10分钟后 诶 导航是在这里没错啊 可这里又没有河 什么意思 哥哥地图骗人 这里哪里有桥啊 天眼黑了先回家吧 回家之后 结果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了 还是没找到探奇桥 真的 说好的边滑船边跟高招猛男穿腹谈群说爱呢 谁跟你说好 有吗 我们不是经过很多次了吗 哪有 探奇桥下面可以划船耶 对啊 还有高招猛男穿腹 我们又没有经过河流 小伴你要认真看 有何的探奇桥在剑桥不在牛津 对不起我是无脑托履 结果探奇桥不止牛津有 剑桥又一个探奇桥 我们经过了无数次但都不知道 那就是探奇桥本桥 眼皮啊 哇 牛津美食 有非常多人都说英国的东西非常难吃 在此我要严正的声明 英国的东西不难吃 那是你们吃错东西了 来英国就要吃道地的泰式料理 我们在牛津的第二天晚上 就吃位于牛津Covered Marketing 网络大推的泰式料理 哦 这个泰式太好吃了吧 诶 这个空洞饭的人在宝外带饭 今天泰式奶茶喝下去 去鸡皮疙瘩直接给我买牛津 那你们不会去泰国啊 啊 我们刚刚牛津的时候 有粉丝给我们来这里必吃的口袋清单 对啊 不然看一下有什么英式美食好了 中国料理 印度料理 韩国料理 全都是其他国家的料理 其实没这么夸张啦 我前几天去大麦厂随便买的泰式料理就很好吃啊 哪一排 Listing 那是日本的 对咩 我们第一天刚放牛津叫的UberEat也很好吃啊 叫的什么 Wendy漢堡 那是美国的 结论 台湾真的是美食天堂 英国 第四天 高点起床 我们离开牛津 准备出方前往伦敦 看这次最期待的行程之一 哈利波特 被诅咒的孩子舞台剧 哈利波特 and a castle child 找一趟伦敦了 我要吃伦敦的美食 太 太感动了 在这里 叫成那首歌了吧 哦 啊 伦敦铁桥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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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到了 哈利波特舞台剧是哈利波特正传的第八章 讲述哈利波特的儿子上霍格华茨的故事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迈入中年性格暴躁焦虑的哈利波特 哈利儿子跟麻烦儿子的维维BL 以及妙力 舞台剧的观看地点在伦敦西区的Palace Theatre 现在外观是弄成哈利波特的样子 啊 哈利波特 啊 哈利波特 神经病 诶 这是什么东西啊 装置艺术吗 它有排水口 是什么洗手台之类的吗 没什么味道 是造景之类的 买了这个工程 你刚还吻 恶心 闭嘴 在英国品味路边厕所的男人 阿啾 哈利波特舞台剧分了上下两部 一部约三小时左右 因为我们为了哈利波特而来 所以我们直接买最前排 舞台剧座无虚席 建议要提前买票 以免项鱼哦 啊 你现在是在书牙啦 来呦 来书牙 去去不去走啦 好 没了 抗得过啦 中场休息 太精彩了 好厉害 真的 很精彩 好棒哦 你听得懂剧情哦 哦没有 完全听不懂 而且刚刚还不小心睡着了几分钟 三小 因为知道会听不懂 所以我在来英国之前就先买了 被主做的孩子剧本书 把剧情都给看完了 为了看得懂剧情 只好西洋集被爆雷 早知道就学好英文了 没关系各位 围基上面有剧情解析 大家赶快趁休息时间来恶补一下 结果大家都在休息时间 疯狂预期下一段的剧情 这件事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 要学好英文吗 出国翻译靠Google 知识靠围基 再开舞台剧的期间 来 大家把魔杖压起来 呃哼哼哼ıp 昏 ock MOM 哼 后段观众席咳嗽声 此起彼落 虽然英国不用戴口罩 但是我们还是默默的戴上了口罩 COBIT PAT TOK 看完哈利波特舞台剧之后 我们就占别伦敦 之后几天再回来 准备前往北方的城市 爱丁堡 前往爱丁堡有很多种方式 但我们选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 搭卧护火车 出發英國之前 欸 你們看 我們去愛迪寶可以搭互布火車欸 看起來就超浪漫的 在餐桌上享用晚餐 Wow, dinner 在軟糊糊的床上伴隨著移動聲睡覺 Wow, slip 睜開眼睛就是愛迪寶的日出 Wow, Edinburgh 真的 說不定還會有在車上意想不到的言語 Hello, could I stay here? Oh, okay, of course Where are you from? Taiwan Oh, Taiwan I love Taiwan's Xiao Long Bao Oh, I have to 什麼啦 好 於是我們就快速下訂了臥鋪火車 我們大的臥鋪火車叫做 Haledonian Slipper 它房型超級強手 基本上雙人床復浴室的房型至少要提早兩三個月定 我們最後只訂到上下鋪 沒有復浴室的房型 我會回程一定要復浴室的 但是 哼 下次再說 我們搭車時間是從晚上十點到達目的地是早上七點左右 好興奮喔 第一次要在火車上睡覺欸 雖然很擠 但是很舒服欸 有一種 帶子宮的感覺 什麼意思 欸路人 你們等一下要去餐車的時候叫我一下 我小咪一下喔 我好啊 欸 路人 你們還沒回 早上了 什麼意思 怎麼突然早上了 啊 我看你睡得很熟就沒有叫你了 不 現在幾點 我們去餐餐吃早餐 6點45了 NO 結果因為火車的發動聲太吐眠 我直接一路睡到早上 什麼日出 什麼餐車 都沒去到 NO My black phone is the phone 看了Tony Slipper 而牛靜遠 《倫敦哈勃》舞台劇之行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的話 推薦一定要去看舞台劇 雖然很多人都說劇情很鳥很瞎 但是舞台帶給你的感覺 跟電影完全不一樣 超級值得 下一次我們要帶大家去愛丁堡跟蘇格蘭 探索我們最期待的行程之一 愛丁堡立下墓穴 本次影片也會從留言抽出兩位獲得英國小禮物喔 我們下次見 跟各位介紹一下英國特色小吃 酸菜魚 羊粥炒飯 麻婆豆腐 干鍋肥腸 不錯 這些都是我們來自英國愛丁堡的特色美食 真的喔 特別傳統的 五千年年 來自英國愛丁堡的特色美食 藍一關愛丁堡絕對要來自這間 Gini 你沒有試過奶嗎 酸菜魚 別說來過愛丁堡 欸 芭婦女現在只有 呃S.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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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咦芭婦女現在只有排三排 過去 呵呵呵呵 芭婦女現在只有排三排 我先去場位置